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一个视频,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一局录像吧 感觉要激昂一点,有激情一点 这个选战的话,我们先看一下吧 这选战卫国可以选这个,群雄也可以选这个组合的话 就是为大嘴而生的这个组合有大嘴 特别有首量的大嘴是特别强的 他能选个潮癖下无缘也不错 然后主持角选的是费国 我们先那样,费鼠看一下 那打他呗,对吧 他竟然蛮住你了,就这就得了 这可顺可不顺,因为你也不缺牌,你想顺一个装备 如果他有益处的杀,他是可以去杀你的,凭什么要给你顺,是不是 然后这个张寮就出来开团了 杀,杰其远,断其连 好,是我们的红衣娘,黄月音 那邓爱他是因为不知道这个张寮会突袭他,所以他才 那个是不是,他才没亮邓爱嘛,那他被徐缓冰的,这个都情有可原 他反正徐缓他,他冰下面是要保固这个国家这么一个行动 不亮,肯定是给你改的 我们经常说一个打得很骚的人,打得很跳的人,他是贵国,但是一号是贵国吗?不是 那这边肯定是打黄月音的,我们这个神速他是没有什么错的 我理念出来了 因为其实觉得,他都之前懒得出来,因为我们觉得他如果不出来的话,那应该不是诸葛 那能杀这个,黄月音肯定优先去杀吧,我们神速嘛,是不是 那这个,他肯定是要闪的,不可能说浪费一个桃子的,即使您知道队友有桃子,也可能去浪费这么一个桃子的 我觉得主持,这个,徐缓应该抽一号位 这个,这个,这个,郭佳这一手打的真的是,有点辣啊,因为 因为,门军他是没有,还没有出过桃子的 所以你这个,根本不需要给这个黄月音牌啊 因为,幻见开出来之后,你不给他牌,我们把他一发 那徐缓他就有杀,就是,就是可以去杀这个黄月音的 第二个,门军没有出过桃子,这个黄月音他不一定能打死的 你把手牌都打空了,他这个兵肯定兵不住的 五星大月亮的能力,他是可以说是比离点要稳定 而且这个徐缓一个人挂在这里,就是没血了,你知道吗 徐缓又没血,那他如果把徐缓,五星把这个徐缓脱掉之后 这个后面这个爆发还是挺可怕的 所以,我们主持者可能是觉得,嗯,他给了他牌可能会打死吧 但其实,这个是很难打死的,这门军还没求过桃啊 桃子去哪了是不是 这边离点的话,他也是为了自己对他要忘记 想要有一个手牌的一个支撑 想要有一个手牌的一个支撑 那我希望是个画佗,我看画佗,人家玩画佗,人家都可以打得这么骚包 然后,省远交,远交套一个傻,这个是没办法的 这肯定是要开这个远交的,是不是 那我们开哪码吧,有国务协可以给队友打一下 因为其实这边,你看郭佳,其实没什么收益 郭佳,他卖两张牌,收益也没什么高 而且又要压这个死马的一个曲线了 是不是 那主角一直留着个连弩,看看有没有机会爆发吧 这有闪肯定还是要闪的,希望他有盘德 那这边是偷离点和花佗呗 那你司马有牌的话,这个你是出不来的,那就废了 那这边肯定是打死花佗吧,保证一个联动是不是,本身是一个花佗 那这边肯定是打死花佗吧,保证一个联动是不是 控一下黄鹰的距离也可以 那保证一个状态,控一下黄鹰的距离也可以 决斗 死了,那应该是没有杀的 这边可以杀我们一刀把这个诸葛翻了 然后我们神术他 这边其实连弩已经没用了 这还是很习惯性的流连弩 其实这个连弩已经真的没有用了 比起其他那个装备的话 这边这一手真的是打的是比较差的 因为就是说你不帮他的话 魏国已经赢了 这边邓岸两个田 这个诸葛又不是 这个诸葛的这个牌肯定不是闪淘酒鞋 就是一个张废牌 那诸葛一死 你们四个人在联动 那这个盘子是不可能赢的 那你翻了他就变成了一个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概率事件 我们自己的状态也是在这里 没有淘子的 这里就真机灯爱状态好一点 然后这个取款状态也是差的 那国家手上有没有淘酒 也是不知道的 我们看一下真机手上是 诶 看不到牌吗 司马手上是有两个淘子的 真机已经空城了 司马这个还可以 司马手上只有两个淘子 看一下第二局 这边的话其实都可以选吧 机灵四选吧 然后当然这个李点 因为如果李点开的话 有队友的话 当李点的一个能力 其实已经盖过很多很多那个双将了 只比普通的卫国双将 四血双将他都厉害 我们7号位刷了一下脚气卡 那曹批出来开团 变化万千 那这边只要不出来的 这里肯定是要配合嘛 卖一滴血 而且可以出来那个是不是 只要不出来的他都不是卫国 可以这么这么认为 就小概率他是真机吧 这边群域他都要出来是不是 群域不出来他自己也是傻 难道不就是说 不是说你 没绝命空间你就不出来 你这是肯定是要给队友信号码 不要内耗码 你要打要打谁是不是 这边可以忘记 也可以不忘记吧 因为你被首先你被乐 第二个他还在出牌阶段 万一就是说 过着给他过到什么好牌 他把这个灯盖控住了怎么办 是不是 他是选择去顺大桥 去控大桥的一个牌 其实也对 因为大桥本身是守牌者 而且对这个卫国现在控制是比较大的 然后实际上枪出来了 那这个体位肯定是有问题的 但是 因为这个大桥态始他本身不强 有些强将他是可以放弃孙竞虚的 小小小小小碜子小小桥小小 frå声 小小崔小小巧yorsun弦 他都是可以放弃孙章验枪的 因为他各个能力强嘛 甚至大橋周瑜這些也是可以翻出生產箱的 但是這種補合你去翻出生產箱這是沒道理的 有個男麻 他應該是不會開的 有草兵嘛 那看我們的運氣能不能出來了 能不讓他收還是不讓他收的 運氣還不錯 出來了 這邊拿的牌還是拿的緊身一點 應該拿這個鐵鎖 我覺得你先拿個鐵鎖 騙一下他們的牌 然後出殺 這樣會好一點 這邊你去偷下生產箱和八號 然後把樂移給這個大橋唄 那你這個樂肯定是要移給大橋的 那你去偷這個大橋沒什麼意義啊 那就不能產生一個牌插收益了 你明明可以多就是 多壓制這個盟軍一張牌的是不是 那是甘夫人黃中 你看吧 你先看看他 他是什麼一個情況 其實我覺得 你王衛國既然選擇開團 你就不要覺得這種人 這種玩家他會 他會低調了 第二個狀態 因為 吳國也沒有什麼強強 吳國現在只有一個送上槍 是一個牌殺性的武將 這個黃蓋已經 就只有兩斤血了 是不是 然後你們的架面其實是比較強的 有離點有潮逼的一個衛國是特別強的 這邊就是 那我們現在 雙亮吧 過一下牌 先順個盾然後砍他唄 這邊這個盾其實是 加一碼其實是可以裝上去的 你不要覺得他有那個死雄劍 有那個武器嘛 那你掛上這個之後 生算槍就砍不到你了 這八戶也砍不到你了 是不是 我 我說的你既然選擇了王衛國 選擇出來開團了 你就要 就是做好三打五三打六的一個 什麼三打六三打五的這麼一個局面 然後這個萬希的話 其實 我覺得還是盡量 別人行動回合還是少萬希一點吧 雖然我們這個隊友 就是我們萬希的牌肯定是不會虧的 因為這邊有個潮兵 而且潮兵他是最安全的 但可能說我們剛才那個 就那個勒可能是我們萬希出來的 拿個拿嘛拿個無邪唄 這個潮兵也是 我就喝喝吧 因為我們有潮兵 特別他翻我們 然後給我們回合內 過了一張牌 然後待會兒又可以翻回來 相當於 他不控別人的牌 然後選擇讓我們多過四張牌 當然這個過四張牌 其實是在某一定程度上 一個我們 回合內多了一張牌 我們是可以 多爆發的 因為有禮點的話 你多過一張牌 其實可以爆發的 有這種概率的 第二個 因為你帶回一隻手的話 六牌 六牌的話 你的防禦是非常高的 所以這個 其實 那這個順肯定是 不會讓他順的 因為他本身 順的話少 少一張牌 他還是這個雙頭 他多一張牌 那個是比較 那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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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這個殺有什麼意義 你能不能殺死嗎 那你殺不死 他待會兒 丟一張牌 他又 又回血了 你可以說 你在壓制他的一張牌 你可以這麼 也可以這麼理解 但是 其實也可以不殺吧 因為多留一張殺 這片是個太子 他肯定是要拼你的點的 那你就留不住什麼好牌了 是不是 那我們這個無邪到底 要不要讓鄧愛出來嗎 因為這個鄧愛 四張手牌 他還帶了一個錢 他是 他是有機會的 但我們可能 沒有給他打無邪的意思 就是說 打得貪了一點 我不想讓自己出來 因為這個鄧愛 他上個回合已經被勒了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他手上是有桃子的 應該是有桃子的 桃子不多 至少一個肯定是有的 我覺得 而且過了這麼多 獅子牌 那我們沒拿他出來 運氣是真的不錯 這一把 因為我們有兩個勒 我們的勒 有一個關鍵的勒 聽過了 然後這個 這一下這個 珍姬的 珍愛這個勒 也過了 我們這個殺了他 然後翻了雙頭吧 這裡終於沒有翻我們了 其實剛才他去翻 沒有翻 是暗將其實也是一種祖國吧 因為暗將 如果是一個廢台的話 你翻他 其他單位給他續爆是不是 那這個桃園 我們先留一下 因為兩個隊友他都是 殘血的 這邊 雙頭的牌是肯定要空的 然後雙頭的牌 是肯定要空的 其實也可以空一下 那這個 這個狀態應該是輸了 然後我們待會 可以 可以開個桃園 然後照樣去殺草兵 去刮這個雙頭 然後呢 這個草兵把 翻掉 有個田 又幾張牌 那應該可以 可以把雙頭殺死 那一殺死 那這個雙頭應該是要投的 因為我們這個有五七的話 可以殺到這個草兵的話 那他是沒什麼機會 這把其實也算是正面的3打5吧 有個電燈炮 那應該是個馬老闆 中將死戰 非我之功 是馬老闆吧 我們看一下隊友的牌 我們是 登機手上沒有桃子 也是沒有桃子的 然後 本期的視頻就到這裡吧 如果你有好的素材可以投下稿 然後 最後就謝謝大家吧